哈喽,哈喽,哈喽,大家好,大家好,我是倩玲, before,在吃午餐之前,跟大家开一个live,ok,等一下,等一下看,有谁得空进来,大家过得好不好啊,其实我会开这个live其中一个原因,其实是昨天,呃,我的上线, 就是Casey,她就做了一个live,然后我就觉得,诶,她就提醒了我,真的,那时候她就讲,我们连小朋友都不如啊,怎么讲呢,所以其实当今天早上的时候,我就陪我的孩子玩嘛,然后就,我就给她出去,然后在carposh那边,然后他们要怎样爬啊,不然的话他们整天关在屋子里面,其实也是很可怜一下的, 所以在陪她玩当中,然后我就看着她,她要爬那一个,呃,栏杆,就是她这边有一个墙,就是这一边是墙,然后这一边是有铁,这样子的,所以这个是栏杆哦,所以她其实这一个,这一个墙啊,是我的小孩,就是我的小儿子,她大概到胸部这样子, 然后我们就跟她讲,你不能爬的啦,你这样小子,你怎样爬啊,是不是,我们大人同学讲,很危险的,等下跌倒的话就流血了,不过小孩子她会怎样子呢? 小孩子不管的哦,小孩子她就是stay focus,她不懂她的字典里面啊,她没有,呃,讲怕失败啊,那些东西没有的哦,她们就是很stay focus,我就是要爬上去,这个,这一次是她第三次爬,第一次的时候,她不会爬嘛,她叫妈妈妈妈妈,你帮我,你帮我上去这样子,那我就抱她上去, 然后过后的时候,下呢,她尝试自己下,她还没有,她没有经验下过来哦,她就尝试自己下,然后第二次的时候呢,她已经是可以自己爬下来哦,然后她,哎,没有,第一次的时候,倒到后面的时候,她玩到后面的时候呢,她已经是开始自己会慢慢下来,因为她那时候还下来的时候,因为她很矮嘛,她真的是很矮,她的那个墙壁都已经到了,那个, 呃,胸部那边了,所以基本上,她,她,其实她下来还是动不到地的,动不到地是很可怕的,是不是,我们大人的话,我们,我们就觉得很可怕哦,然后那小孩子他们OK的哦,她就这样子下来,下了过后是不是,第二次的时候,她就可以自己爬下来了,她下来的时候,她很开心哦,她就,妈妈妈妈妈,你看,我可以了,我可以了,这样子,然后第三次的时候,她一爬, 爬上去那个栏杆的时候,她就跟我讲,立刻喊大大声,妈妈,我又做到了,我可以了,我可以了,我那个儿子才两岁半哦,两岁半哦,然后,在我们在创业当中的时候啦,在我在做产销这路上的话啦,肯定是有很多人啦,就讲,很怕失败,哎,我也是这样子的,我也是,怕失败啦,哎呦,没经验啦,怎么做,哦,很怕失败, 这样其实,我觉得我的,上线KC讲得很对哦,你都没有成功过,你这么怕失败,你成功过啦,这样你怕失败,OK啦,你都没有成功过,这样你没有事,你永远都在那一边咯,你没有踏出那一步,永远都在那边咯,B好事在哪里呢嘛,你可以穷创业,你可以就是,你不需要短货啦,你不需要有开店面啦, 然后你不需要本钱啦嘛,最重要是不需要本钱,有人要啊,我们就是,我们就是,呃,去建我们的组织啊,然后不用,不用请人,现在MCO是不是很,呃,很多的SME那种中小企业家,怎么会做到这样难,因为都还要,除了自己要过活,我们还要付给我们的员工,我们还要,我们还要请人,还要付店面租金那些东西,所以这些很难, 如果,我们不需要这些的话,why not,你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,给自己一个机会,如果你没有给自己那一个机会的话,你永远都是还是在那一边 真的,因为成功是自己的,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stay focus,好像我看我孩子他很focus的,我们在讲他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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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时候,因为我们很好心啊,我们身边的人肯定有很好心的 真的,我们就讲,哎呀,你不能的啦,你这样小致,你不能的,然后好像我在做,我在做传销的时候,很多人也是跟我讲的,哎呀,你不能的啦,你做些的时候不是很厉害,你人脉也不是很多,口才也不是很好,你那也可以很难做的,不能的,这样子,很多好心的人,其实他是为我们好的,我们知道,他是为我们好的,只是,我们要坚定咯,我们要知道我们的,呃, 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东西啊,所以梦想对我们来讲很重要,你要stay focus on你要的东西,如果你要那个东西,你就要一定是看着focus,对着他,然后一定要做到,就这样子,我看到我孩子就是这样子咯,当我们一直在讲的时候,他没有理的我,他就是爬爬爬,下来了,他就讲,哎呀,不能咯,要怎样,他又去另外一边,他又找,找那个方式,到底要怎样才可以爬上去, 那我觉得,哇,这个真的是,是咯,我们在创业期间啊,这么要理会别人在讲我们这一个那一个咧,其实成功是自己的嘛,如果我们家里有什么事情的话,如果我们需要一笔钱的话,那些给我们意见的人啊,他可以真的是帮到我们吗,真的是有事很难的哦,因为家家,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难处嘛,是是,所以我觉得,在这一个当中, 我们就不要放弃,总之就是,你做了,你决定了,这一个是对的,你跟着走,你就不要放弃,我觉得坚持就会看到一片难天,我觉得在人生当中啊,真的是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的话咧,真的,你除了你要focus,你还要够坚持,所以其实我很喜欢这个,你看我的live旁边有那个彩虹是不是,我觉得人生啊,就是好像彩虹这样子, 有五彩平分的颜色,然后我觉得只要,当在遇到雨天的时候,它总有一天都会放晴,总有一天都会找到属于我们的那一片彩虹,所以在遇到挑战,在遇到难题的时候,我们要像小孩子那样的单纯,然后focus,然后勇敢的去为我们所要的东西去争取,主动的去争取,所以我今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分享,多多的like,然后多多的分享出去哦,OK,谢谢大家,拜拜